本期节目求助人小棠 形态人 求助室友 婆婆对我不公平 还成天给我脸色看 婆媳间矛盾不断 小棠个头帮大哥 丈夫家有兄弟三个 他是老三家的媳妇 小两口结婚有五六年了 大哥一家在外面有自己的房子 老二和老三两家与老人同住在一个院子里 平时家里的男人都外出打工 家里只有他和二嫂跟婆婆在操事家务 小棠说 同住一个屋檐下 但日子过得并不平静 他刚进门的时候就遭受到了何家的不公正待遇 我把牧头全都折成钱了 那两个人有怎么折 那才这有啥 这会儿是什么需要老多的 这会儿是说要老多的 那样我看见在这儿顺利是挺高的 咱俩这边在这边是挺高的 这都是薄下薄 他要亮的定心点给他亮下 那后来结婚时候又给他一会儿 这边亮完 给了他 你要给给我 给你多少就给你 给你多少给给我 你怎么给一位把你夹小子呢 我没有说不夹小子呢 一万把夹两千不是两万呢 这都是行照片 你这儿不行照片 大概有点种麻烦 是这样的吧 你们那边这不行两万 这边这八千 随你那两万 那你可可吧 你说我连发一名 那摩托一名给我 你说我缺多少东西呢 哎呀 傻孩子 我跟你说 我现在还回来 我现在还要留回来 你不要这么远了 我跟你说 你看老人给你抱着孩子点着 能直断 那不是你害的谁害啊 这是我害 小唐说 不承认自己的孩子 都是让婆婆给气的 她不仅为彩礼钱生气 还觉得婆婆 根本就不关心自己 我那会儿结婚 从一年 那屋里没有那去 把我冻了冻了 那时候我刷到39度 把他都不去屋里 给我贴我 那那个那时候我一说 那时候妈我那时候 你给我贴的 人家那个那时候 窗我都给你家操出来去 我那时候连我 我贴我都不贴我 你知道吗 有这事吗 没有这事 那都没有了 你放个小的 你把他也放了 那他那时候 你有没有给他吃 我给你吃 我从我那 我清楚要给你吃 我给你这把吃 我给你吃 我亲眼看见了 不是 不他少 少39度 40度 我还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 你没上屋里走 我没上 我一天 我一天 别着急 你少这么高的温度 就说你婆婆知道不 我那时候我一开始睡觉 我一开始休息的时候 没有事 后来我大中午 我一睡 一到两天的时候 我开始上来 我就没有力气 我就没有力气 那时候都39度 班来的 你想我去哪儿 我力气的 他知道不知道 我问你 他是不知道 但是我娘他都没有 他不知道 他怎么去看你啊 我娘他都没有吃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啥原因 你娘亲人是 我不行 我保抗你了 我也跟他 我那会 你那卡 你干嘛 我就 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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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这破 你这不是 你要去你 我去让 你怎么来 我干 你个虫 老娘 你怎么来 我干 你怎么来 我干 你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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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 你干 我 他叫 他 我都做好 你都吃完 他现在委屈 到那了 就是说 你得一个 你对我说没转评 我都没转评 老人家媳妇 你听老人家媳妇 你有什么事 你就跑着熬着 跑着哗着 我不跑 我谁也不跑 你回来 听说以后上午去看他了 我说不该跟我去照年医生 再看他也不听 后来老人知道你发烧以后 给你看了不 没有 最后是我自己走我小 你要如果说孩子说的是真实情况 你当时就应该去开始叫医生 你这都有医生 不知道不知道 谁知道 他不跟他 后来他家 你不是后来 你后来你站着 后来你不是知道了 知道你不是叫他起 你去看了 你叫他起 你得跟我讲 我跟你说 他也要如果说不是少那么厌重 你叫他起他能起 他少那么厌重 他走不了 你应该就是 在附近不叫 你别叫个医生啊 你你去看下来 他发烧了以后 咱说说句实话 咱多问他 多说一句话 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是 有口无血那个孩子 是不是 所以说 你看你这话上 要有难回到 叫他感觉 我说反过头了 我说你了 叫他感觉你的 不光是说 抱着他孩子的 而感觉就是说 你你为他亲娘呀 这么说 多问两句 你把他当成亲鬼你看看 行不行啊 我说这意思 行行行 听了婆婆的表态 小唐觉得这件事上 可能是误会 他也不愿意再说下去了 但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事 他觉得婆婆 必须给他说清楚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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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老的结果 你也家过去 你也那些过去 只要老的说 有一本就是 有一本 谁答应你说 这家有一本 那会儿宫了过了 快消息那会儿 他们说这家有那一半 他给他这屋吃饭的 他跟他爸跟他妈 我给你爸爸不得点 不能过来 那妈过来了 他说这家里跟他老人跟他老三 一家一人一半 他说老公说 他外边这一半给老三 里头那一半给老二 有一半我就跟小姐姐 没有了 我不会找她去 跟他说了 一共结了三个小子 三个小子 怎么给他布局了 就说你这家怎么分呀 到那个洞边一个空气炉 空气炉能按老头 你自己盖起来 老大没事撇出去了 老大一下是 跟人家上倒茶门车交 后来他又回来 是这个事 那时候那个教室允许 给你老人修了 老三倒茶门了 倒茶门了 咱说不过了 又回来 又回来又听着他 当时肯定你去业家 你说你去人家 这有住处 这住处怎么安排的 这时候就是下家的 过家事 先过家事 在过家事 咱出去盖是这个事 咱也不也不走 老人刚才说 他布局的家 三个儿子 那意思就是说 没有我来是吧 我不能听懂了 意思就是说 这家没有我来 这怎么你 这边你看江户 还有个小地儿 我不要那地儿 为什么 就要家的 因为 天下老大都得给小的人 都会给小的人 我就要家的 明白了 三十校的 我不过他一切 他就要一切结不结婚 反正他现在跟我结婚来 我就要家的 我就说 这个酒 并不二根 并不二根 这是咋子 给你传奇改 是不 给你 传奇改 外面没有整 最家有整 小地儿都有整 没有整 小地儿有整 但是我想该大地儿 我不要小地儿 家里多大 他打外面 给我打多大 我给他结婚 他当麻来当破 有些国际 比这一块能小多少啊 把小小地儿 你能炸到就啥 能炸了 我说小 我就不要 我就供回大爷们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给他给这 这楼栓栓开放 尽可量量改 多长时间 大改 有多改 得四五年 太好笑 怎么他还在这么多 经地来源 从哪来 从这儿来 能给他改成为止 把他能炸到为止 是现在里面 是你老头来 我要打工 怎么也不叫我 他害怕 我也能出去 我这也不是生老 也不是前老 不是 我不穿起 不能不去他 不整些 不说话下来 不差筋 不踏个流 是不是 怎么他们 都有小孩子 我能不能啊 现在老人不是说 在什么地方 给你盖 不是说 不让你住 或者说是 不给你放 既然老人打赢 你给你盖 就肯定就是说 不实验 就是 他这方面努力 虽然说 打赢你们 你去想想 这个老娘子 他容易不 啥儿子 要你一反过 的时候 你想一想 要你到这岁 也是三个儿子 你想想 你怎么布局啊 你怎么 他哪个手指头 腰也疼 不要说什么 少了 没关我 或者说 什么这事 话给我什么 难听了 要给我打了 踢着 踢着踢着 踢着 踢着 老人 你看 你看 这这婆婆 你看 这老婆婆 容易 要 我跟 老婆娘说 说实在 老婆婆 我知道 我跟 老婆娘说 我跟 老婆娘说 说实在 我不愿意 那点 我说 再不用 他们给他 弄下这放 这样 你不想 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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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事 我说 我说 那房子 两人 自己出去 动来 通过邦大哥的调节 小唐也能理解 婆婆的苦衷了 他表示 也愿意在 盖房子的事情上 尽一份力 虽然矛盾化解了 但邦大哥觉得 这婆媳俩之间 还存在一定的隔阂 借着这个机会 应该让婆媳俩 再好好地沟通一下 你这样 你把你婆婆 都能提尿 你看看 抱着孩子 一点一点的 容易不 我那 我请 妈妈 那 妈妈 那 突然 都帮忙 说 那两个 那 奶奶 怪不怪 我说 我奶奶 我奶奶比老老过来 还真大 我奶奶比老老开来 还多 我说 我那没有说她好 我说 奶奶 这时候 我能个一踏实的 都是说 我不是 天呐 你去村里吧 儿媳婦找娘家来 后就说 这奶奶会老老过去 还大 你听到过这话 听到过不 高兴过 听这话 高兴过 高兴过 找的孩子 感觉累不累 不累 哎呀 你看这老娘子多好啊 你 这个我跟你说 提前老人 你苏得人 哎 说老人好的 你刚才你都 你说你 你你你你 你婆婆说了 我抱着这孩子 也感觉不累 你以后多说 这套门的话 我不我想呢 我不管我做的 他也他也 他也给给我 做的不好 你有时候 你得说 你不说 你刚才你心里 闭着点 我也不知道 你什么 你闭着点 所以你有时候 说出来 我说的不对 是说 我老啊 老嘎的 你就说出来 你这个人 说的不对 是这个事 不对 我也不愿意为 男老师 我也不愿意说 老人不好 我不是事情 看的 我有谁 我就在 我又没搞鬼女 我不是指望 把媳妇就当成鬼 就当成鬼 我不是当 我的心情忘了 是啊 你说 那他老妈 这个能力那么分 老人说句实话 也怕躺着了 也怕了 前不后 前不是后不是 所以说 你们要 我也给送你一句话 孩子 多理解老人 多欺账老人 多与老人沟通 这就 没有这些磨蹋了 我也没搞鬼女 我都当成鬼女 是吧 哎呦 哎呦 哎呀 好久不过好久了 我都知完了 我还不是事情 怕你 妈 我对不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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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